ok 如果听到我的声音哦 给个一来来来来 ok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还在怀疑我的声音有没有出现啊 ok so 很感恩吗 ok 又到了一个美好的一天 因为呢 今天早上起来呢 是一个美好早上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起来 从一看到一看到一个第一个情况 就是哎 没有下雨了 没有下雨了 对关丹人来讲呢 是蛮高兴的事情了 因为我不懂别的地区了 昨天就关丹 呃下了整天的雨 所以变成 呃有的地方就呃淹水了 包括了家乡也是淹水了 所以今天呃 出太阳 ok 就第一个事情做什么东西呢 ok 就跑出去呃 morning walk了 就跑去morning walk了 ok 所以就呃整个人就感觉非常的 非常的舒服啊 非常的舒服 因为可以出下汗 可以可以晒下太阳 可以拉一下那些呃 筋骨 ok 这个是非常 嗯我觉得非常爽的事情了 不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了 勒 ok 因为 运动真的是一个呃 蛮重要的事情 蛮重要的事情啊 我们除了每一天啊做佛伙的人呢 除了每一天嘴巴运动 就是我们去讲GEP啊做demo 我们除了嘴巴运动啊 我们的身体 也要做也要做运动的 因为我们都是常有在有在讲嘛 ok 健康健康健康呢 不能够单靠啊 只是保健品运动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ok so今天呢啊 一模一样啊就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这本呢是一本新书来的啊 可以找安斯林这个是我们的啊 体健女神 体健女神必须的运动 对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呢 这是这是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呢简单来讲呢 呃是我今年的第一本 今年的第一本 所以呢如果一年我要看十二本书的话呢 我已经呃dread了 ok 因为一月份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去看到 呃没有看到书 所以已经dread了 所以应该要快快去补回 应该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 这一本叫做 ok 习惯红利 啊就这本叫习惯红利 大家如果觉得呃 这本书不错的话呢 ok 你可以去popular买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艾尔文 艾尔文 这个作者呢 非常呃非常的好玩了 他原本是一个工程师 这个工程师呢 然后后来呢 他就某一些情况之下呢 他就呃怎么来讲 他就辞职了 然后呢 他就做一个斜杠人生 斜杠人生 我不懂大家懂什么叫斜杠人生吗 ok 如果有跟进很多 呃比较现代的语言 都知道什么叫斜杠人生 就是呃我们上讲的plan b 了ok 华语叫做斜杠人生 ok 他就写了很多书 写了很多书 他也有教人家做一些理财的啦 ok 啊当然这个在popular你会看到很多 这个桌子艾尔文 他是满良宅的跟你讲满良宅的 我是觉得他那个 胡子啊那个瘦啊 ok啊满满邀影一下 但是我不适合了 我一留胡子的话就 我老婆我老婆讲我胡胡邋遢了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 ok就不留胡子了 ok 所以这本书呢讲什么呢就是讲习惯 ok一开始的桌子讲一个东西 他是带用另外一本书的桌子所说的 作业啊 is become excellent 我们可以become excellent的话呢 ok 不是一种作为不是我们做多少东西啊 而是一种习惯 而是一种习惯 如果我们能够变成excellent people的话呢 变成呃 successful people 的话呢 我们是因为习惯的关系 习惯的关系 所以当有些 有一道朋友讲 你怎么能够进到 successful people in Malaysia 我们真的只是做每一天的习惯而已 重复重复重复把一些东西把它做好 然后东西做好过后啊 他又拿到成绩 成绩再加上成绩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卓业 所以呢我们呢是在重复 行为下的一个卓业的产物 这个产物呢就是我们自己制造自己的 我记得呢有一个技力大师叫做Anthony Robin 大家知道Anthony Robin吗 如果知道要打一个2给我Anthony Robin Anthony Robin 我有上过他的课程 因为他是讲大家都不知道啊 这样扣力啊 Anthony Robin呢他是专门讲英文的 Jackie知道OK 老伙伴一定知道的 彪要知道 叶彪也是上过他的课程 对 但有一次他在讲做演讲 他讲什么东西 他讲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很讨厌自己 他很讨厌自己 为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作业的人 OK 后来呢他对着镜子 镜子里面呢有一个怪物 那怪物每天你早上之后 打开镜子 进到村庄房 对镜子那怪物呢 一定是我们自己啊 他就Anthony Robin就对着镜子说 OK 可能有点出口啦 OK I'm greatest motherfucker OK 这个他说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把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 那这本书就是说 OK 红利习惯红利就是讲 我们有怎么样来达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我现在有上过他的课 对对对 他蛮激动的 他是那种energy啊 讲到喉咙沙牙 还在这跳 每天在这跳 我讲的呢 我蛮对他的那种活力啊 蛮感动啊 而且是他特别是走那个火炭的时候 蛮刺激 大家们去看是烧火 哇 够力了 所以 书里面讲到的 一个习惯呢 会带动另一个习惯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开始 以一个好习惯呢 我们就能够带动一个好习惯 如果我们一开始用 用个坏习惯的话呢 好消息 我们也是带动一个坏习惯 如果好习惯 就能够带来好的成绩 坏的习惯 就是带来一个坏的成绩 所以在2023年呢 这个奎卯年呢 就是这个兔年呢 OK 鸡木水火土呢 我相信呢 很多人都不缺水啦 不缺木啦 不缺土啦 不缺火啦 只是缺金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做好一个好习惯呢 就带很多金回来 所以这个奎卯年呢 这个是水兔年呢 OK 我们就开始要有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一下 艾文人提到呢 OK 他讲他有三个思维 他分三个part了 OK 他分六个part 对 六个part 所以第一个是三个思维 它思维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选择的习惯是什么 好的 还是坏的 好的 还是坏的习惯 OK 然后呢 我们再想想哦 好的习惯 给我是什么东西呢 坏的习惯 给我是什么东西呢 OK 然后呢 怎么样去判断 有用的价值 我们去做东西啊 那个我们做的事情 OK 是不是有用的 是不是有用的 OK 我们举个例子嘛 OK 好像 我 每个人应该经过一个这样的习惯的 OK 从Forward做 做part time 到了full time part time的时候啊 真的很努力的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 OK 虽然我们都是all out 但是很多时候 到了full time的时候 因为时间太多啊 OK 我们又又有时讲课讲的很爽 就什么 什么东西叫做 OK 睡觉睡到自然醒 所以就会浪费很多 一些时间 浪费很多时间 这个就是做full time 可能一点不好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 睡到自然醒的话啦 到底对我啦 有什么价值显 能够帮助到我吗 不能够我 我应该是早起 我应该去运动 让我头脑flash一下 OK 然后呢 我们做佛文呢 会更加有动力 做佛文呢 更加有效率 然后呢 第三个思维叫做 怎么去判断一个有用的结构 有用的结构 举例子啦 今天 在特班亚基 在system day 可能一些伙伴讲 哎呦 今天我比较累了 我不要进来 每一个星期 都有很多system day吗 每一个星期 都有特班亚基吗 为什么我要每天进来呢 你要想一想哦 每一天的特班亚基 每一次的system day 到底有没有一样东西 你没有学到一点的东西 能够帮助到你 一样罢了 一样罢了 所以如果每一个星期 你能够进三个特班亚基 然后三个system day 好处是什么 每一天你进步一个percent 一个星期我讲进步六个percent 一年下来 有52个星期 你可以想象下的 你可以进步300多个percent 所以要有什么样一个好的结构 一个构造 一个 好像就是特班 我们的 BI的system 它能够就能够帮助到我 如果没有这个system的话 可能没有特班亚基 这个10点半时间 我们在做什么东西呢 可能是刚刚睡醒 已经做负担的人 就可能刚刚喝着早茶 结果我们浪费了整天早上 最productivity的时间 所以这个结构呢 特班亚基是帮助我们做一个wake up wake up core wake up我们的思维 wake up我们的思维 ok 然后呢我们要建立三个 三个资产 ok 这三个资产呢 ok 就是这个习惯红利 第一个资产呢 是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时间 怎么样管理时间 ok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 坐子有提到每一个人 我们有听过一个时间管理的一个课程 ok 就是有四个东西我们要做的 ok 做一些紧张 紧张 ok 又 紧张 sorry 我应该用英文好一点 ok important is urgent 又important 又很紧张的东西 ok 又很重要 很重要 又很紧张的东西 第二个呢 很urgent not important 很u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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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important 就是很紧张 但是又不重要的 第三个呢 ok 又紧张又重要 第四个呢 ok 不重要又不紧张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人的习惯性呢 会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往往都会做紧张的东西 往往都会忘记一些important东西 举个例子什么东西 五CC啊 哎呀 讨罢了吗 还多好 讨罢了 我还有时间 ok 因为 感觉上他urgent 但是不 他不urgent 但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往往就会忘记了 ok 他的重要性 要提早完成 这个就check到我们了 check到我们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就会违背自己 好像year end goal 我们每三个月 接下来就有winner circle winner circle就是celebrate 整个去年 2022年的一个achievement 但是我们怎么来achieve呢 我们怎么去 看那个achievement呢 就是一年里面 把它缺成三 缺成四个月 又或者 跟着AA trip来讲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Q1 Q2 Q3 然后Q6 Q9 Q12 为什么要这样的Q呢 就是要让我们呢 有一个sense of urgency ok 让我们管理好我们重要的东西 这个叫时间管理 到底要多快去完成那个Q呢 这个我们真的要manage manage 我有目标 要完成我的Q ok 我就要管理我时间 每一天 我要见多call多少个人 ok 然后呢 去捉多少个人 然后呢去聊多少个人 跟多少个人讲GP 跟多少个人讲demo 要call thing 多少cc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每天多少cc 每一个星期多少cc 每一个月多少cc 我们一定要有管理好我们的时间 我们才能够做得到 在时间管理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因为我们人呢 有两个可怕的事情就是 喜欢拖延 ok 喜欢拖延 然后呢 对对这个是最可怕的 就是喜欢拖延 另外一个是害怕失败嘛 那一个是喜欢拖延 拖延症呢 真正每个人都有的 ok 所以一定要管理好我们的时间 然后呢 第二个是想呢 怎么培养我们的工作能力 我们在佛伍的能力呢 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呢 我们能力就是ok GP 还有demo 这个是一个很basic的东西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有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 我开始做佛伍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GP为什么没有讲的特别好呢 我的demo没有为什么讲的特别好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讲的不够多 你看说 我讲的不够密集 不够密集 不够密集 不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读书时候 或者你有找孩子的 你有发现吗 如果我们教他成化表 成化表的时候 一加一乘一等于二 二乘二等于四的时候 如果啦 是很慢慢来教的话 孩子很难学会的 我们都是很快速 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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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 速度呢 就是培养我们工作能力 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我们做东西一定要以speed为主 因为当然 我们在速度之下呢 我们一定犯很多错误 但是因为只有错误呢 才能够培养好我们的能力 try and error OK 那培养金钱上的习惯 OK 这个是 这个topic呢 他讲的蛮深 所以我不要在这边讲太多了 OK 所以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 OK 所以他里面有提到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呢 第一个步骤呢 是隔绝 隔绝摆脱那些障碍我们 能 rex我们改变的事情呢 是我什么叫做 什么东西改变我们 会咔嚼到我们 会block掉我们的 OK 一个就是bad habit 坏习惯 举个例子就是电话了 OK 电话呢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现在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的注意力 都很分散的 都很分散的 所以往往啊 我们做东西没有办法集中嘛 没有办法集中 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啊 一个一天下来的时候 我们原本有很多计划要做的 结果这边做一点 那边做一点 这个做一点 那个做一点 结果呢 没有一个东西完成 没有东西完成 往往呢 就是一个电话 所以很多时候 我本身有个习惯 就是我出道区 我跟我 呃 我们聊天的时候 跟没有聊天 我往往把那个电话呢 倒转来放 就是screen在下面 screen在下面 我就不要看到 到底谁whatsapp进来 到底谁呃 有call我 我完全不管的 我完全不管的 因为我知道呃 那一个moment 是非常重要 那个moment 所以呢 其实电话 举个例子讲 有个bad habit 就是哎 我要早睡早起 晚晚的时候 晚上到 十一点开始 刷电话 十二点刷电话 一点刷电话 结果呢 真的很早睡 就是我 凌晨啊 一两点才睡 结果呢 又很早被逼起来 叫孩子起床嘛 就要早睡早起 这个也是一种 bad habit 一种bad habit 所以呢 什么会block我们呢 就是bad habit 所以我们要 一定要找到啊 这到底什么是 一个bad habit 能够block到你的 可能是拖延症 可能是懒惰症 两大两大症状 OK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引导 我们一定要找到 一个东西啊 能够rap我们去跑的 能够引导我们 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 一个正确的习惯 习惯道路上 就是一个叫做 good habit ringboard 为什么我们要做ringboard 就是梦想板 梦想板呢 要放在我们 看得到的地方 OK 我们每天看到 我东西要做的 我的东西还没有完成的 还有东西要做的 还有东西没有完成 我每天要看得到 这个一种 一种good habit 好像说 运动啊 运动人很好玩的 因为 以前呢 我是蛮喜欢 踏脚车的 踏脚车的人 OK 所以我踏脚车 我一个很喜欢 就是我很喜欢 登山 登山 就是宫顶 因为宫顶的时候 那种 气喘 心跳的感觉 是非常的爽的 所以 当我们踏脚车 参加比赛宫顶的时候 我们如果赢的人 他会拿到一件 一件T恤 应该是踏脚车 T恤 它有黄点的 黄点的 那个叫宫山王 宫山王 所以呢 宫山王呢 我们每一个喜欢宫山的人 都希望拿到那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 因为踏脚车 有工山的啦 有速度的啦 有团队的啦 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championship的 所以 我们是有一个海报 看到那海报的时候 那是真的很亲密的 每一天踏脚车去练习 去练习 去练习 去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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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要来久了 OK 所以呢 这个是给我们提示的 OK 第三个习惯呢 就是 OK 持续强化 习惯的一个 强化 维持习惯的一个动力 这个呢 可能有点 呃 比较飘渺 OK 只是我们要 make hard things become easier OK make hard things become easier 以我们做forward的 实际上讲呢 就是 我们一定要找到 我们的 Bake Y Bake Y 当你有Bake Y的时候呢 你就有动机 OK 有动机 你有动机呢 你第一 如果你每天 重复的做的话呢 重复的GEP 重复的demo 你一定就有那个能力 所以forward是很简单的 我们能够运用好习惯 一定能够拿得到 OK 然后到第四个 就是我们要追踪 我们要tracking 讲成长级 呃 有利的习惯 就是对我们好的 很多人 我做做做做做 做任何事件 觉得呦 我好像没有什么成绩呢 结果很整个人很大 很很薄辣 但是如果 回看起来的话 回看起来就 诶 去年 我已经连续12个月 5cc 我已经连续12个月 OK 已经有AA了 我已经完成什么什么什么 你看回来啊 compare你还没有 还没有接入forward之前啊 那之前是不是很 不懂做什么事情 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在forward啊 已经 已经achieve了很多东西了 已经上台很多次 云收 收表扬很多次 在还没有做forward之前 我们有表扬 收过表扬啊 没有啦 被老板骂 可能很多次 那种是叫进去表扬的 OK 进去office的时候 我不管啊 为什么成绩那么差 那种不是表扬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习惯 就是回馈自己 回馈自己 我和Olivan有一个不好 不成文的习惯 就是好好的习惯 这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我们谈了GEP过后 我们closing过后 就算卖一个产品 或者购物VIP之后 我们就去喝茶 这是它高点 所以有时候 人会变胖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给自己回馈太多了 OK 所以一点点一点点好的东西 OK 试照自己的小成绩单 我曾经我家里也加一台按摩椅 Ogawa按摩椅 那个按摩椅呢 当初我要买这个按摩椅 我给自己一个目标 就是一定要做300cc 没有300cc呢 我不买这台按摩椅 结果呢 我真的买到了 你觉得有300cc吗 有咯 OK 然后呢 我们一定有乐力了 一定要有TASA OK 去看得到我们每天要 做东西 就去完成它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今天这一本书 我以最快的方法呢 OK 最快的方法呢 来再 哇 已经讲 这样子 最快的方法呢 就完成这个习惯同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去看看 OK 这本书真的真的 非常好 我只能够把一些比较 简单的point OK 快快的把它讲过 OK 然后这边呢 就开始要交给我们的伙伴 来分享了 OK 第一位呢 就要交给Irene Irene交给你 Hello 大家早上好 谢谢Shawn的分享 说很好啊 其实这个分享其实也是在 促动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 自己Big Y在这个 然后什么阻碍物 也会阻碍到我们 持续下去做好的工夫 所以是很好的 这本书我会去 也是会去买来看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 好像刚刚Shawn说了 她每次签了一个VIP 就会想要去 跟她的太太去喝下午茶 那么对我来说呢 我就每次签了VIP呢 我就会跟我的Team Sharing 这个是我最喜悦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Sharing 任何我觉得很开心的东西 是一件对我来讲是 一个动力来的 因为每一次你完成了一些 你达到的目标 那是一个很喜悦的事情 我要跟我的伙伴分享 不管它是我的up line 我的down line 我的side line 这些都是一个 每次我在重复做的东西 那么我第一件事情 我起来第一件事情 我每天六点多 我就会起身了的 这是我的习惯来的 那么我起来了 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感恩 感恩所有东西 那么过后 我就会打开我的面子书 我就会share一些东西 是跟Forever有关的 这是我一直 一直一开始做Forever 我都要做的一个东西 这个很清晰的 然后我就会阅读书本 阅读一些对我有益的东西 然后继续就是打电话邀约 打电话邀约 然后就去信念我被拒绝的那个勇气 那个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也会跟我遇到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做的东西一样 遇到的东西也是一样 很多人啊 我想跟大家讲 被拒绝的时候不要软弱 不要失去信心 这是必经之路来的 所以说我被拒绝了很多次 甚至来了不听了也是有 所以说我一直会进步 会进步 直到我可以很成功的自己来讲 自己来讲GEP 这是我一个我的挑战 我要把它粘在梦想版面 因为啊 讲GEP啊 我要try to讲啦 不是要一直依赖我的上线 有时候我知道 我们的师父讲话的时候 是有时候也是有在暗示一些东西 在我的 我get 我是色道的东西里面 是懂他在讲什么的 然后5cc 这个是本分来的 这个是本分 是要做给我们自己的 不是说要做给我上线 不是说要做给我下线看 这是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本分是什么 在你啊 页头的时候 你就要规划5cc 是怎样去完成 其实我跟你说 5cc 我自己吃产品 跟我的家人吃产品啊 买给他们吃 就已经5cc了 你还没有家里去招VIP 你知道吗 不是很困难的东西来的 你要想你要怎样达成 那个啊 很多我们的奖励 很好玩的 在这个事业上是很好玩的 不会有什么压力的 压力 就是我们的推动力 啊 我很喜悦去分享 我每次都是学东西 甚至我跟我顾客 做头发 我也是一直在分享的 要想怎样进入我们的 呃 我们的forever 因为forever是一个不单单 是一个事业 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带给健康全世界的人 一个产品 然后又可以把他们吃了产品 改变他们生活 还可以让他们的梦想打开 这是多么喜悦的东西 真的很好 这个forever 好 是我们要用心去感受 所以我今天分享了啊 这个短短的一个我现在啊 所经历的东西 所以啊 是打不死的蟑螂啊 小强打不死的小强 这样子 我们要顶着我们的理念 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做的东西 我们要积极参加会议 啊 我们不要脱离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被拒绝 还是yes no 我们都是要很感恩 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要试着 踏出那个舒适圈 不要一直啊 在那边愁眉苦脸 自己在那边想太多啊 不要想太多就对了啦 敢敢做 眼皮厚一点啊 就是可以踏出你的舒适圈了 被拒绝是很普通的 啊 如果有些yes 就是bonus 啊 你要这样的心态去想 心态很重要 不要中那个情绪的读 啊 那个酱头 啊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 谢谢大家 ok 谢谢Irene 对对对 被拒绝啊 也是一种 呃 要有一个勇气的 讲真的 ok 拒绝也是种习惯嘛 因为你想一下啊 为什么你会被拒绝呢 有一天 ok 你在shopping mall走路的时候 去走街的时候 改改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有一堆人在前面拿着一些cabin bag 一些礼物啊 他问你 阿相 我可以的感冒啊 他要兴趣吗 你做什么东西呢 你拒绝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一点叫做 报应咯 报应咯 所以正常的啦 看看一点 人呢 最主要是 happy happy when you happy good thing coming ok 来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Alvin hello 各位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 ok 也是非常兴奋 ok 又了又来到这一个 然后 带班 yaki跟大家分享 ok so呢 ok 我这个月啊 ok 很兴奋什么 ok 因为我要赛啊 ok 我人生第一次啊 ok 如果啊 这个月我快到150cc啊 ok 我就做到manit啊 这个f2d啦 ok so 非常紧张 就是我的伙伴们 还有 我的所有的下线都很积极 一直去帮我这个啊 拼这个事业 然后首先呢 一大一大早起来呢 我就收到一个什么 一个好消息什么啊 就是manit 一早上啊 就签到两个vip 知道吗 哇 很好啊 manit OK 非常加油啊 还有啊 我们的这个 Irene啊 你听她分享吗 打扮谁的小狂啊 so啊 我跟你说 so forever 里面啊 师父你有讲过吗 最少你要做一年 有些人就说 哎呀 我开头 我签不到单哦 我这是在华裔人生 你知道吗 当我开头做的时候 我也是签不到单 我也是在华裔人生 还没 我没按照 你要讨论了 你就会想很多很多负能量的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过 负能量啊 千万千万啊 不要想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本身的经历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有 有看了那个 我们那个secret的那本书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有吸引力法则的吗 所以吸引力法则其实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能量来的 那这种能量就是分为天地黑 黑白男女 就是说一个叫做阴阳啊 就是一个好的跟一个坏的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好的坏 Positive and Negative OK 说完如果啊 我们想不好的啦 你知道会带来什么吗 第一 我们会带来身体的不健康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天的运行都会不好 所以我们不能够Emo 我们不能够negative 我本身啊 我还没有加入Forever Living之前啊 以前我也是很喜欢Emo的 就是很喜欢就是负能量的 我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在20多岁的时候啊 就是会有很多病痛 我是很多病 过后呢 就是这几年都是 不断的有不同的问题啦 身体就是测光出现不同的问题 然后呢 我就会产生什么 我产生一个恐惧啊 就是对病痛的恐惧 然后就是开始会有很多负能量哦 你知道啊 我所有的病痛啊 我可以想出来的 我我没有投影呢 我可以想到我整天呢 我看到那个风扇会转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负能量嘛 你想他嘛 他就想射程 你就会整个转的嘛 我试过啊 你想肚子痛啊 我肚子痛两个月 我跟你说 真的不会停的 所以我可以讲啊 这个东西很恐怖 你知道吗 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不好的 你不要想病的 你什么你都不要想 OK 当你今天啊 加入Forever Living 我们什么Forever Living 这都是no negative no negative的 所有东西怎样都好 我们都要想正面 生意健康全部 好吧 我学习想正面的时候呢 我真的我身体就OK了 我学习想正面 哎我的客人就来了 哎我学习想 想我做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就来这两招嘛 OK 昨天啊 Dr.Dixon也是会有 跟我们去 姑亲啊 就是跟我的团队人姑亲 然后他就问我们 喂你们呢 有没有想过 你的那个 那个 bank account有100万啊我真的是有做过一梦梦想版了我的梦想版就是我的bank要有100万啊所以啊OK什么东西都好 是从想开始的啊如果你想要你想做到怎样都好OK你就要从有这个 胆啊要去想啊想你就会梦想成真的啊OK 全部东西啊就是 最重要就是想开始了因为 今天啊 我觉得Forever Living因为我做了两个月第1 因为我有听过一个台湾的一个麦可老师讲过 因为这个麦可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讲员来的就是 我去听他的课程我家进去买他的课程来听 都呢 他讲这个课程啊你要他第1句话是讲什么吗他第1句话就是讲啊 如果今天你要成功的话啦OK第1样最重要建立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有良心 如果今天呢我们呢是为了人家的VIP钱的话我们做的是做不永远做不大的 今天我们呢所有的伙伴 所有的下线啊OK我们都要用良心来对待大家就是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说 每个伙伴啊我们都可以帮助他在这一个事业里面可以 解决啊家庭上的问题你知道吗 现在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就是经济考验吗很多人对经济啊都是很大问题的了解吗 啊说我如果我们能够啊帮助人家解决这个经济问题是非常好的 说我非常啊就是相信我的能力 也相信我的所有的伙伴能够我在这一年里面啊 所有人啊都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业绩OK这个就是我的梦想OK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OK谢谢大家 OK谢谢Avin对对对对OK很好玩的真的很好玩当你想什么时候啊你就会得到什么东西当你想太多啊OK 你得到什么东西呢你就会得到很多不好的东西 好像说啊 病痛了病痛了我本身也试过了OK 当我在做康复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知道吗OK 那个帮我做调理的 那个调理事实际上他说OK 你要出去多运动 但是如果你是很悲观的什么 我已经造我已经满身痛了还叫我去运动 不是更加痛的更加厉害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啊如果去运动的话了 能够锻炼我们的那个肌肉的话呢 我们 人呢就会 很开很快的recover 一样的做佛复也是一模一样的OK 为什么讲 讲GP做demo被人拒绝呢 就好像锻炼嘛对不对 如果我们被人锻炼的够多 拒绝的够多啊 这个就是 我们将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讲师 所以呢 不要怀疑人生 不要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 只是你有没有 看到你的big why 呃 Evin讲的看到自己的big why 是不是去帮到帮到人家 你就 不怕被拒绝 不怕呢 不怕呢被人 呃 打下来 OK 现在把时间 下一个mic呢就交给Emily 来Emily Yes Hello 啊 我们的MDM Mr. Shawn Good morning and everybody Good morning 早安 很开心见到大家 啊 我们在这个星期二早上 所以华语有一点 卡卡 对不起 先讲先 OK 很开心 我是Emily Wong 从观蛋 还有谁那些 不能是我的 啊 我是一场就一个 很老很老的人 OK 这里我要分享的就是 看到全部人的 我们两个人已经 讲了sharing了 哇真的 那个power 真的 越来越positive 啊 我要这里分享呢 就是我很开心 这个那个星期六 我上了那个 Manara 188 OK我们的庆祝 第一次我们的5CC 我是其中一个 得奖 所以很开心 再见那边 见到大家 所以上去那Manara 的时候师傅就 问我们就是 哎 你们有上来 Nara188吗 我就想 哎 这几个是观蛋人 中的颜色 没有上去 不过 真的很感恩 我们的 Shawn 跟Olive 已经写了那个地方 给我们啊 所以给我们一个 chance 上去 真的 Forever 真的 一个太beautiful的 Place了 Forever 而且 BOI group 特别是 BOI group 我们每次在 马来文的 主里面 在讲 我们是 上天 注定 写到我们 很幸运的人 进到我们的 Forever 很幸运的 在一个 BOI的团队里面 所以我们是 很幸运的 所以我们要 抓紧这个 我们的 Lucky 我要排骨 很厉害的 排骨 OK 很short的 讲 就是很开心 上去 Manara那边 给我们一个 机会 所以在 Forever 里面 真的 Forever 在BOI group 里面 就是说 我们 有很多 很多 没有做过的 东西 会射现在 我们的 身上 所以我们 要抓紧 我们的 Big Y 这样我们 就可以 搭乘 而且 Yakim 我们看到了 我们 Jobion Gip 他们讲的 我们的 全部都是我们 Mine set 师傅每次 吩咐我们 就是我们的 Mine set 全部是我们 自己 我们每次 讲人家 不对 不过 四个手指 是指上我们 自己 全部 我们要指上 我们自己 先 我们有什么 缺点 我们要去改 所以 过后 我们很幸运 就是我们 上了一个 再乘一层 哇 那个风 几大 吹到 我们 所以 我觉得是什么 好像我们在 Vorever 我们见到的 那个什么 negative的东西 太多了 不过在我们的 团队里面 一起在一起 我们一定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起 Teamwork 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想不到 这么大风 我们可以在 group together 唱我们的 slogan song 啊 真的想不到 终于是吹 我们还可以唱到 那个 所以团队的 power 是真的 真的很好 所以这里 所以这里 我们说 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位 有50个人 不要give up 最重要是 我们每个 celebration 这个是关灯 是第一个 我们有 我们听到的 师傅讲 我们有的是 Penang 有Johol 有KL 还有Pantai Tima 每个地方 我们有我们的 主持人员 希望他们都可以 搭到一起去 去分享 然后很期待 KL的 就是我有两个人 应该是可以上去 那个什么 参加的 所以像 我们的 MDM 那个 Sean讲的 昨天 就是说 很希望 就是我们 每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 上去 上去 send 我们的 代表 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起 成功在你们的 永久 所以之后 祝大家 这个2023 我们全部人 Re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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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t's all Back to you Sean Thank you 好的 谢谢Emily 哇 真的是 那种energy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那种烧 那种火 那种热度 对对对 我们每天就这样 教练情况 为什么 Tapai Yaki 就是要被烧 这样才爽 我们做东西的时候 就有火力 当我们火力全开的时候 OK Good thing come to you You are the king You are the queen I'm the top of the world 就是从火力全开的时候 所以你 会不会火 会火的鬼招 举手分享吧 一定要开火的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 OK 来来来 看一下 下一位伙伴是谁呢 下一位的交给 Dio Dio 嗨 Kun Kun 有在吗?来 有有有有 嗨嗨嗨大家早上早早上早啊 今早上其实有些事情在办了 其实我现在是在这个吉隆坡 我们的这个国家体育馆 这个ISN Institute Sukarno Gara 为什么呢? 因为女儿就在这里要做个体验 因为她将会出国去比赛 好 很早 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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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大家 OK 很有很有很有火力 很有很有火力的一个 分享 Tapan Yaki 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非常非常的棒 OK 那今早上呢 当然当然第一样东西 先要感恩 感恩什么 感恩我们现在呢 还在这个 BOI Tapan Yaki 这里一直在烧 那第二的就要感谢了 感谢什么 我要感谢我下线Alex 因为上两天 也上了来 到来基隆坡 来我们一起去分享 这个GEP 也见了很多个人 那第三 第三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紧张呢 哈哈 就是因为我们见这些人 其实 是见了一些比较 什么讲 比较有要喊头 要喊头的人 Dato 还有Dato 其实我们这些人 其实我们不需要说 有什么恐惧或者害怕的 因为他们也是人 OK 那总之 他们是人的话 他们也有我们人的烦恼 OK 不要以为他们是Dato 或者Dato 有Tato 的人过后 其实他们才是最需要有健康 这些我们所说的 我们这些产品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真的 真的 有病没有人知道 每个人都以为他们都说 哎呀 他们有钱 他们没问题的 可以解决他们 其实他们就是最有问题的那一群 OK 所以呢 昨天呢 就见了一位Dato Siri OK 那也很庆幸的 Dato Siri 看了我们的这个 进了我们的GDP 看了我们这个 Demo了过后 他就觉得 哎 很神奇 你们的乳慧脂 你们的鱼油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他就开始告诉我们 其实 我有糖尿病 其实 我有 三高 其实 我有 我有某种 某种人的病 当 当 他签了我们 就立刻 on the spot on the spot 我们就签了他VIP 签了他VIP 那签了VIP过后 当我们打产品给他的时候 他就说 哎 这个产品我的老婆可以用吗 因为我老婆 也有糖尿病 OK 那么 我的儿子可以吗 因为我的儿子 有那个 那个GAP GAP的病 其实 你们 其实他们 真的很需要 很需要 我们永远 这么完好的产品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传出去 不是说我们是 好像刚才 Albin说的 我们要做一个良心的企业家 良心的企业家 我们把这些东西传出去 不是说要骗人 而是我们的产品 真的 真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真的帮助到很多的人 那么除了我们要他们的健康好的话 当然一些比较需要 一些比较 在生活上比较需要 有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家庭的这些 income OK 所以在Forever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到他们 那在昨天我们也见了一位 一位朋友 我的一位朋友 那么他呢 就 真的 很遗憾的跟我们说 很遗憾 他是一个退休人士 OK 他很遗憾的跟我们说 我最成 他说我最成功的 就是帮助了我的儿子 和我的女儿 他有一对 一对儿女 一对两个 就是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说他很情信的 可以帮助到他们 现在他们 在他们工作上 什么都没有缺陷 但是很可悲的 就是说 他现在只是 他现在 昨天他刚刚跟我们说 他应该是六十 大概六十六十七八了 但是他很可悲就是 他的 这个退休金 全部用完了 OK 所以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 他的那个 眼泪 真的流出来的 他很 他很感激我们分享 我们跟他分享 我们的 Forever 我们的BOI System OK 但是 但是 他 就是因为 缺钱的这个问题 缺钱的这个问题 OK 那当然 当然我们也会看看 如何去帮忙他 但除了他在缺钱方面 他自己 OK 也有糖尿病 一天 两次 是因素 很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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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今天我会 我会继续的 Follow up他 会继续的Follow up他 看看我们 来怎么样 来怎么样 可以帮助到他 OK 在他 无论在他的 这个健康上也好 在他 他这个 财务上的 东西也好 希望我们 真的 可以 给到 给到他 一点点帮助 让他 在人生当中 再次出现的曙光 再有希望 OK 那今天就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先了 好 交回给Sean OK 谢谢Dio 真的有时候 当我们听到 类似事情的时候 那个 不懂大家 那个心真的是 可能说 不太好受了 所以 很多时候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OK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 就是在他们 还没有真的 需要到一个 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 帮助到他的话 OK 真的快快 跟他分享 佛偶尔这个生意 我们真的 不单单是 为了他一套VIP OK 为了一套VIP 因为一句话 这样子来说的 OK 我们讲养儿防老 对不对 我比较相信 养这个儿 是养佛偶尔的金儿 养儿防老 这个比较可靠 儿子 女儿 anytime 自己也搞不好自己 所以养这个金儿 这个金儿比较值一点 什么都假 养儿防老 比较可靠 所以谢谢 就我的分享 OK 然后呢 再把麦 帮给 郭顺 Hello Good morning Sean Good morning 大家 大家早上好 OK so 首先呢 是今天 非常的 就是 非常的 感恩 就是 上个 就是 前几天 我们 就是 我们的CBM Sean 还有我们的CBM Olive OK 举办了一个 非常成功的 一个5cc的 Celebration 因为这么 因为真的是 很久很久 没有呃就是呃就是办一个这样子的Celebration 呃5cc Celebration 我记得就是当初我来开始加入Forever的时候呢 呃我第一次参加5cc Celebration也是在关蛋 然后跟几位就是呃就是几位螃蟹啊啊 就是伟纳啊跟瑞球啊啊 所以我们是第一第一次啊认识啊 然后啊还有伟纳也是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呃在呃就是吃一餐啊 然后吃一个蛋糕就这样子庆祝了我们的5cc OK 所以然后没有想到嘞 今年呢更加兴奋的是我今天更加兴奋的是我们可以哦 大家一起集中啊 这么多这么多来自呃呃就是不同的团队的伙伴呢 都可以一起集中的一起庆祝啊 那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啊 然后而且最特别的就是呃呃 那天差不多整个Monara118啊都是可以说是给我们包完了 整个Monara没有别人上去了 只是我们罢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呃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然后呃那个老板也是很好 因为这么因为呃他就呃看到我们一个一个拿那个那个奖状对不对 然后就讲啊你们谁有拿的奖的都可以上去天台上面 OK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关蛋的景色耶 然后第一次站在这样子的高度看到整个关蛋 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所以啊接下来啊啊我们一定要带更多更多的伙伴一起去完成5cc 所以如果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啊三个月没有完成到5cc的伙伴不用紧啊 我们还有这个月啊 然后还有下个月 OK 我们一定要呃呃就是呃掌握我们的这个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责任了5cc做好 然后我们每个月我们都可以一起庆祝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昨天呢师傅呢就有做了一个zoom给我们的团队 然后也非常的感恩师傅了 OK就是愿意抽出他的宝贵时间啊 啊来分享就是分享昨天分享很多东西 所以一开始呢就有分享到关于我们的就是9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系统这么叫9333吗 就是9个价值观啊 三个呃使命三个愿景跟三个计划啊 然后我们我们的这一本书啊 你们有没有买来看啊 这一本书的第83月啊啊 我记得师傅昨天讲的是83月啊就有讲到了 OK所以啊昨天师傅就有跟我们分享到 就是头三个头三个价值观啊 还有讲的很详细啊 首先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价值观呢 就是相信与忠诚啊 刚才刚才就是我们的伙伴有分享到 就是啊就是我们的emily 有分享到相信与忠诚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每一个来到这边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你相信 forever可以什么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啊 你相信 forever啊可以帮助到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100%的相信 相信是100%的 而且相信的力量是很恐怖的啊 真的是很恐怖的啊 为什么因为那天我有分享到就是 呃一个article啊 师傅最近也是有也是有拿那个article来讲的 就是讲到就是呃1963年啊啊 的报纸啊就有登过啊 CBM Sean可以可以帮我啊 给我share一下screen吗 啊我给他们看一下那报纸 ok ok ok可以 第一次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啊 我的毛骨 某滚踪啊 ok我的毛骨悚然啊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因为哦 我们今天能够啊 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之前 如果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90年代了 ok我懂我 我开始懂电话的时候是Nokia的年代 Nokia 3310的年代 按button的年代 ok so按button的年代哦 那个时候啊都还没有有这个 有screen啊 我们还可以video call 这些这些是完全没有的 你知道吗 ok那个时候是呃小 我小的时候十多 十多钱 十多年前的 ok这个报纸上196多年了 196多年了哦 我们人类啊就已经什么 就已经预测了啊 未来的人类啊是可以把手机放在口袋 ok so以前哪里有手提电话的 以前的那个年代是 呃那种电话是呃那种desk desk phone啊那种啊 你看过了要转转转转转转 看以前看看戏都有的可以给给给你看的嘛 so那个时候哦 我跟你讲很多人呢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ok手机可以有一天呢可以这样子拿着来打 而且甚至他讲到什么 可以可以delevision call 你知道吗好像当做dv这样啊 ok可以video call ok so这个就是东西哦今天成真了了 so一切东西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人类开始相信 ok我曾经有呃就是有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啊 whatever the mind can conceive and believe ok man can achieve 所有所有啊你头脑 你头脑你头脑敢相信的东西啊 啊你头脑可以相信然后可以看啊就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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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的东西啊你看到你可以相信的东西啊 他都一定可以实现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了 ok从这个开始 所以说今天一样的我们在forever我们相信嘛 你相信你你你相信未来的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吗 你相信你可以呃拿到 你可以呃成为CBM吗 你相信你未来的你可以成为GLT吗 你相信未来的你可以成为世界的top吗 只要你相信哦 你相信而且不相信一阵子你要相信一辈子啊 然后总有一天呢你一定可以完成 ok so 我昨天还有看到一个很激励的一个 啊在哪里啊在那个啊啊就是instagram啊啊我看到一个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的ok 啊你看啊你看啊讲啊哎没有声音啊 i will be champion one day i will be champion one day 看到了 OK 他讲他当初的他 四年前的他他就相信总有一天 啊没有声音吗 啊没有声音吗 断断断这样子 哦 这样我明白了 ok 收 一下 ok 来 i promise maybe not today maybe not tomorrow and maybe not the next month but only one thing is true i will be champion one day i promise i promise i will be champion one day maybe not today ok 当初的他 就开始相信四年过后 他可以他就开始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冠军 所以今天他成为冠军了 所以一样的当初的Honami啊 还是在1000cc的时候啊 我们 ok 他就开始相信未来的有一天 他可以取代啊 就是啊 就是日本当时候的top one Sakai San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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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觉得这个人是这个人是一定是有问题的 人类哪里可能在天上飞 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是只有两兄弟相信啊 我们可以来着 我们可以搭飞机去Banggog 我们可以去巴黎啊 都是因为啊 因为当初有两个人相信什么 你相信飞人是可以在天上飞的 如果他们在这发明这个飞机的这个过程呢 有一丝丝的不相信啊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遇到任何的挫折 他开始怀疑的时候啊 今天我们就看不到飞机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啊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那么容易的 就是环游世界 ok 所以啊 我们一 啊 这个就是相信的力量 所以啊 这是啊 这边就是要带给大家了 然后当然啊 就是 还有忠诚啊 我们要focus啊 要focus的去做 好 像李中伟这样focus的去做 他打鱼帽去了就是打鱼帽去了 他不是 他不会去打乒乓啊 不会去打什么 如果他个个都去做啊 他他今天他也不会是 麦明顿的冠军 ok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分享 然后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啊 就是啊 就是能够听到我今天在这边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加油 ok 我们一起相信啊 相信啊 我们每个人啊 都可以 我们人类是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达成任何我们要达成的东西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ok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这边 好的 谢谢Goxson 对 给未来呢 到底是能不能够创造出来呢 真的靠我们的 ok 可能很多人不很很 以前的Texi楼Texi楼啦 他不敢想有一天他会失业 他不敢想他会被Grab啊 会被Maxim取代 但是好消息哦 跟你讲哦 如果 呃 有在做鞋缸的朋友啊 驾着Maxim 驾着Grab ok 未来你的工作也会玩 也会不间调 为什么呢 未来呢 十年呢 自动驾的吃 自动驾驶的吃呢 将会问世 再变成呢 卖车的人呢 ok 你也不需要卖车啦 大公司玩啥一种 ok 他自己推出吃 推出Package 自动驾驶 所以呢 人呢 是非常的 舒服的 所以想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啊 是不是符合未来 你能不能够啊 能够掌握未来 我不懂啦 只是我只知道 一个东西很简单的 我只需要在佛沃 用这五年的时间 把我未来一辈子要赚的钱 全部赚完 够了 够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在佛沃 国生提到 一定要非常focus 非常的努力 就是一定要在五年里面 把一辈子赚的钱 全部给他赚光光 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管不到 我们管好自己 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才就对了 ok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 李有在吗 回应国孙 回应国孙 国孙里面很熟悉 3310 现在没有听到这个 他已经走入历史了 所以谢谢国孙的分享 还有每一位伙伴的分享 这个就是 我们讲 其实我们很幸运 我们活在物资很充裕的时候 我们没有经历过打战 我们没有经历过不够吃 可是我们也活在一个精神很匮乏的时候 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有一点情绪 很容易就down 很容易就可能一点挫折 我们就不会接受 这个其实是现在的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他遇到很多的问题 ok 也是Honami 他在推广的东西 就是happiness ok 就是很开心 昨天我跟我的朋友在sharing 就是 因为他问我到底Forever 到底为什么你可以做10年 因为我在Forever 10年了 我就给他分享一句话 叫 古人有一句话叫 祝人为快乐资本 ok 它不是赚钱为快乐资本 ok 古人生有智慧的 ok 它不是叫 赚钱为快乐资本 因为很多人可以赚到钱 可是并不快乐的 ok 可能没有完全赚到钱 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 然后跟家里人的关系不好 年底只有剩下钱 所以Forever的Business 这个是based on 祝人为快乐资本的 在帮助人的同时 你也可以把你的生活过得更好 这个是Forever Forever的Business 和外面的Business 有着不同的价值 然后当然Forever的 Forever的制度也是最公平的 为什么公平 公不公平 你就要来我们的3月11号 BOD自己来看 因为Dato Despen 精心打造这个BOD 来让我们去看 我们的未来 以前我来的时候 好像只有三到四座 就是BOD那时 可是现在已经是很多很多人了 然后票也是很难买的 所以这个是3月11号你来看 你就知道什么是 呃 这什么叫做公平的制度 不一定是你是上线 你就赚了很多钱了 No Not necessary 是越努力的人赚的钱越多 在Forever 你帮助的人越多 你赚的钱越多 所以各位要明白 外面的生意哦 都是在想 我明天可以赚多少钱 今天我卖了多少 多少个 饭盒啊 多少个 参包啊 来可以换取多少钱 哦 所以会陷入一个很 哦 钱不够用啊 他们要去走转啊 就很辛苦的 那个状况 可是Forever是没有的 Forever是 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分享 哦 因为 当我们 知道我们的东西很好的时候 这么我们要 这么我们要带一半呢 哦 呃 就是你 我们觉得我们东西很好 可以帮到的 我们应该是要马上去分享的 如果你的行动力不足 是因为你觉得 Forever没有办法帮到别人的 你是以赚钱为快乐资本 然后赚钱又没有办法给你动力了 你就觉得 没有去分享也不用紧 可是你是住人为快乐资本的时候 你看到每个人都需要Forever的business 需要Forever的产品的时候 那个动力是无限的 OK 所以大家的观念一定要放到很正确 所以 为什么我的 我的 那个 我 多两个星期就去香港了 OK 去香港 我要花钱了 你知道吗 去香港要自己买机票啊 要住宿啊 要吃东西啊 这些都是成本 可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呢 因为 一样 住人为快乐资本 OK 不是赚钱为 在马来西亚赚钱可以吗 这么要去香港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观念哦 Forever的business 是建立在帮助别人的 不是 自己很厉害的 不是自己帮助自己罢了 所以 如果 各位 行动力很不够 想想一想 Forever有什么产品 可以帮助到怎么样的人 你身边的 会需要到什么 然后第二个 Forever的business opportunity 可以帮到谁 OK 然后也有好消息 就是我的妹妹 上个月 还有妹夫 Jovis 小田还有Jovis 上个月 已经完成了manager OK 我做了Forever 十年哦 十年啊 他们才 完成manager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人拒绝你哦 你的最爱的人啊 亲爱的人啊 朋友啊 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因为一样的 讲回那句话 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OK 因为 可能他那时候不需要嘛 可是现在需要 所以我 就是一个 一个时间点 right timing 宇宙会帮我们安排一切啦 只要我们努力罢了 这个是我在马来人伙伴 马来伙伴上面学到 他们叫我们一定要50盒 这个是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 我们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去竞争来的 华人会想要去竞争 就是你开 你卖5块 我卖4块半 我会竞争 可是马来伙伴是不一的哦 马来伙伴是reze-ki to nothing 就是你去努力 你去拿 上天会给 那个reze-ki是用不完的 是无限的 就是财富是无限的 能量也是无限的 就是要去发挥 要去争取 我们要去跟宇宙拿更多的那个 rescue回来 这个是马来伙伴 每次都会贯输我的 所以也要感谢他们 然后也希望 Jovis和小天可以出来分享一下 把你们的outride也分享出来 把喜悦分享出来 你会得到更多喜悦 把快乐分享出来 会得到更多快乐 所以接下来 我的目标很清晰 要有四条direct manager 所以要很努力 要非常努力 CBM Level 2 也祝福各位 你们一定要去赶赶的 去把你们要的东西 去visualize出来 才会去实现 所以把时间交给Sean Thank you OK 谢谢李 找不到动力 你真的要多听一点点 看我们怎么找动力 然后运用 很简单的 听看问用计 列腰跟带缩 这个就是传销口诀来的 听看问用 接下来 OK 太简单 不要把它想得太过复杂 OK 我们当然看我们讲的目标 讲得很轻松 不用做的 要 要没有挑战 有没有挑战 有 有没有动力 有 这样才好玩 早上起来不懂做什么 那种人生 想回想一下 MCO的lockdown 痛不痛苦 你得不得空 得空 痛不痛苦 痛苦 你要这样人生 当然是要有动力的人生 好 接下来时间 看一下 交给谁 就把它交给 来 Jackie Jackie有在吗 OK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And good morning OK 三个要懂心情 第一个的话是 非常的兴奋 OK 第二个的话是 非常非常的兴奋 第三个的话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OK 已经 这个一年的话是 OK 现在已经是二月 是非常非常的快 OK 你看 我们要倒数 OK 倒数 倒数的那个 时间 OK 很多好消息 首先几个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 OK 这个 maybe 大家可以拿去sharing 我一个很好 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是 读college的时候 他是要自然怀孕 自然怀孕不到 然后的话是 他就做了两个IVF OK 如果有一些伙伴 什么叫IVF 就是你可以去 找下YouTube 你看 So IVF的话 是他一个小孩子 大概花50千麻痹 他两个小孩子 花了接近100千麻痹 IBF So 然后的话是 他是 你如果你上去看 那个YouTube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网红 他有拍 part 1,part 2,part 3 我只是看了part 1的话 我已经在那边哭了 我告诉你是 非常非常的煎熬 对于妈妈 是非常的煎熬 为什么 因为他要在 同一个针孔 每一天 插整 插的话是 大概是 很多针 就对了 所以我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challenge 然后花钱 然后又要花这个痛苦 最重要是 你做了这个东西 未必成型 未必 no guarantee after you pay 50,000 not guarantee 所以你看到吗 你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讲 OK 因为我拿到MACA回来 对对 从外国拿到回来 然后OK 很好 我跟他讲了 过后啊 他就OK 吃什么的 吃净咯 什么净 总之男人净咯 OK 他就拿一关 拿一关 你看他吃了一关过后啊 一关罢了 只是一关 然后我 他就 我很少 他是很少 很少的话 是他跟我主动 repeat order的 然后我再给我拿order 我又拿 诶 怎么你吃得这样好的 这个产品 他讲 我老婆有一个月了 你知道吗 他只是吃了一关罢了 他老婆已经有了一个月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我个兴奋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的话是 是我 是我一个很大的 MACA CVM啊 OK 在这 哈哈哈哈 是很excited 很excited的故事啊 你可以跟大家啊 分享跟你身边的朋友 分享这个东西 好不好 OK 然后到最后的话是 because时间的关系啊 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好的 我看到很好的一个video啦 我站在一楼啊 有人在骂我 我很生气 我站在十楼 有人在骂我 我听不到他讲什么东西 OK 我还以为他 在跟我打招呼 我站在一百楼 有人骂我 我放眼望过去啊 只有美丽的风景 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高度不够 OK 格局太小 啊 纠结一些的很皮毛啊 啊 那 鸡毛双皮的事情 放大你的格局 你的人生就不可思议 OK Thank you very much OK 六个月 我要完成 OK 这个CPM And see you in the talk 拜拜 OK 我们的MACA CVM 这个也是一个创举来的 OK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希望接下来伙伴呢 OK Making shot Making shot 因为 可以给你们分享完 我觉得OK吗 大家 因为我们有CM manager 又有CM sharing OK吗 大家 可以哦 可以哦 可以啊 OK So making shot OK So把MAC交给Claudi Claudi 来 Claudi 有在吗 Are you there 有炸有炸 嗯 来 OK 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是我的梦想啦 OK 因为 呃 我 很紧张啊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踏出那一步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 Upline Claudi 还有Maiqin 他们都一直在帮助我 啊 一直从圣缘的呃边缘 再拉我一把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So我要跟大家sharing我的梦想 是我想要在我爸爸 啊 55岁前 可以退休 我爸爸今年是53岁 OK 我爸爸是从事那个啊 餐营业的 OK 因为他啊 已经 做餐营业已经很多年了 啊 30多年 应该是有 因为10多岁 他就已经 毕业了过后 他就出来 跟他的师父 啊 Claudi Milk了 你Milk了 Milk一下 我也是从小 我13岁的时候 就是 不只是13岁 我12岁的时候 啊 那我就已经开始帮我爸爸啊 啊 捉拱的 然后就是切菜啊 之类的啦 OK 啊 啊 很感触哦 OK 啊 啊 我是想要他们尽早的退休 是因为啊 我不想他们那么的辛苦 所以我在这里 我很啊 很 很要 要感谢啦 Coxson还有Milk 啊 让我踏出这一步啦 让我知道我的啊 Big Y是什么 啊 我的分享到这里啦 因为我在讲试期 我不知道会怎样 哈哈哈 OK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就祝Claudia 愿望成真 OK 因为呢 有一句话这样子来讲的 一个人在家 我们在我们家族里面 一个人 一人成仙啊 万能得到啊 所以呢 我们真的很重要 我们能不能够给我们家人 有更好的未来啊 OK 非常重要 OK 希望Claudia 完成的目标 希望每一个伙伴也听到 这个也可以成为你的Big Y 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Eddie 来Eddie Eddie 嗨 各位 大家好 OK 好 so 我keep it short啦 so 三个 三个 心情就是很开心 然后很感恩 然后我很兴奋 为什么 OK so 三本刚才啊 啊 国顺跟李他们讲的3310 对不对 我跟你讲哦 我们以前是怕用这一类的 你知道什么来的吗 这里叫做砖头 啊 哪来啊 要丢那只狗 那只狗死了哦 那个那个电话还没还没坏 耶 so哦 我们就呃 非常感恩哦 这一次的话是 ok啊 因为现在哦 今年啊 ok 是我们最好的reborn reborn的一年 是为什么 因为那天 有一天哦 我跟我一个 很久的一个朋友哦 他算是一个公司的蛮高层的 然后他也是做account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聊了聊 我就跟他说 啊 他就他 他就跟我说一个东西 他讲 啊 他的目标哦 就是他要在他的那个退休金 KWSP里面哦 存一百万 你知道 你知道我那感觉是说 因为我们在这个platform里面 感觉一百万 因为师父给我们看嘛 他们哦 他跟师母已经接近 应该是现在哦 应该超过一百万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问他哦 在打工人的眼中的一百万哦 在这个KWSP退休金里面哦 其实是怎样的概念 因为我们没有打过工 我们不懂嘛 你知道吗 所以他讲 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用打工的方式 不是做生意啊 打工的方式哦 哪来是可以存到一百万的话 他是神了 他讲为什么 因为哦 很少人会有这么多的 OK 除非哦 你二十二岁就做CEO了 啊 这样子有可能哦 所以这个概念 给我打进我的脑子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OK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哦 如果今天的话是 如果今天哦 我们如果是打工 我们要怎样存到一百万 他讲 你一定要自己进那个钱 你就可能会存到一百万 所以那时候 我就让我是感觉到 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其实Forever是一个 很好的存钱的 存钱的一个管道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他们哦 在做Forever的话 是他们以为哦 他们Forever的话是 它是一个小生意啊 其实你要想哦 你在打工的时候 你有KWSP的时候 你又有Soxo 又有这些东西哦 其实你的 你 其实你不缺很多东西的 你只缺一个东西 就是钱 在你的退休金那边 所以很多人哦 在做Forever的话 是他们把做 在Forever赚来的钱哦 他们又花在一些 不应该花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的话 师傅每次跟我们说 我们每一次在Forever 赚到钱 一定要放回去Forever 或者是为你自己 创造更好的未来 所以哦 在Forever赚到所有的钱的话 是除了OK 除了我们要用产品之外 有多余的千万 如果你的生活上 已经没有问题 如果还没做Forever 我之前是OK的 你把赚到的钱 一定要存进 你要退休的地方 我跟你讲哦 我问他哦 他要多久啦 可以哦 因为他的 他现在他的 他的那个 在那间公司 他是这样子的 他在那间公司 算是管那个财政哦 整个公司的财政之外 他的老板 只是给他单单哦 House Allowance 5千 车 Allowance 三千 你知道你知道 是什么概念吗 OK 就是说他是很高层 好不好 就是他只是两个 Allowance 已经是八千块了 OK 所以讲 但是他给自己哦 每一个月都要存 大概五千块 进去KWSP 但是因为KWSP 一年只可以存六十千 所以他要到达一百万的话 他还要 他还要忙个几年了 所以哦 他已经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 他讲他要退休的话是 他在五十五岁存付到一百万的话 他还要继续做工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的话是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我们身边 很多都是在打工的 他们以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很好 但是他们没有忘记 他没有打 他没有做工了 过后 他的生活要怎样过 所以来讲的话是一百万 其实我算到来的 一年啊 如果四个percent的话 是大概一年大概四十千 对吗 没有错哦 四十千 一个月大概啊 多少钱 大概三千多块 所以来讲的话是 对一个人 如果没有commitment的人 是过得OK的 但是很多人 有很多commitment 好不好 所以来讲的话 是说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然后过后的话是 我有放起来的这些 这个是我追我老婆的时候的电话 好不好 OK 所以来讲的话是 别要看晓这电话哦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的情绪 很难控制 因为我们用太先进的东西 OK 这个时候的话是 我们还要算很多东西 好不好 OK 然后So Jackie 应该看过这个东西 好不好 所以好 So今天的话 大家分享 OK So今天的话 是我一定哦 要为我自己 做一些改变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哦 答应了个东西 OK 不可以哦 再放过 然后F2D 然后CPM今年 一定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然后恭喜大家 谢谢 OK 谢谢Eddie 哇 真的挖到这样的古堡出来 真的 人的每个人 应该是要有故事的 所以可以有故事人生 好 现在把时间呢 交给我们的 new manager Joey 还有小天 来 来来来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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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你要先让我关掉 背景一下 下次啊 因为我的老婆进不来 OK OK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好 OK 这样今天呢 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今天是这个月 因为我们上个月上了manager 所以真的是很想象不到 因为当时真的是讲 那时我在5CC celebration 我就讲 这个月新年了 到底能不能上 还差这样多 然后也是有人跟我讲 新年会slow一点 会slow一点 然后到最后我们还是抱着想要上的心情 然后就focus 一直做一直做 到最后也有很多地路上很多会人帮助我们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上去了啦 当然我也时时刻刻会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可以上到manager 是还是找的事情 但是真正我有被教育 我被我上线教育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 Forever是一个marathon 什么是marathon 不是上了manager 很多人上了manager 他们可能就会 这个上 他们的end goal了 或者是就会slow下来了 不然就是已经可能一上了manager 过后就没有做了 就放弃了 还是什么 因为可能就空虚了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觉得上了manager 他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起步罢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才可以开始 去拿我们的incentive 全部东西 so这个就是我们的target啦 就是我们要刷下全部的incentive 然后去时时刻刻提醒 我们自己不要去松懈下来 然后 help more people OK 这样你有什么分享吗 OK 然后 因为我的哥哥做了这样久嘛 所以身边订很多人知道 因为哥哥又把我的story 扣上去 Facebook了 so我们很多 来亲戚跟朋友 就会congrate 然后他们也是 就给我一个机会 跟他们分享 你想一下 我哥哥十年前 已经跟他们分享 也是一样 我哥哥是年年分享 就是我哥哥 analy还是会做follow up的 然后这次他们看到 我上manager 他们又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我也是在那边 也是有coasthouse 然后我就有跟我哥哥讲 谢谢他帮我 呃 终述我就是那个成良的人 啊 很感谢我哥哥 我哥哥真的帮我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呃 在就是我 真的看到我在这里 有很多的成长啊 就是还 不过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啊 嗯 所以我分享 谢谢大家 对 对 OK 谢谢他们哦 真的是哎 follow up十年啊 这个是一个呃 真的follow 是个马拉盾呢 可能新人觉得哎呀 值不值得呢 我要follow up一个新人呢 我follow up要整十年了 但是如果啦 如果啦 给你选择了 你做follow了 你follow 呃 我们的师傅 OK 你follow我们师傅 follow十年过后师傅来做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什么东西呢 你就可以呃 享受人生 请问 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 来 带一下带一下 值不值得 哎 想知道一下 你觉得值不值得 OK 如果你follow的话呢 OK 你就能够享受人生 来来来 有没有值得 有比值得 啊 别的朋友呢 来一下来一下 看你就你们觉得值不值得 OK 对我来讲呢 我是觉得非常值得了 但是因为呢 呃 这个已经是一个 我们来讲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 最好的一个投资 因为没有东西呢 比这个投资呢 会更加的值得 会更加的值得 OK 所以呢 怎么讲到投资的话呢 一模一样了 OK 一模一样了 OK 啊 用这边短短的时间呢 OK 带走一下 快快跳 OK 这这个就是我们的successful celebration 当然每一个区呢 我们都会有 OK 这个是完蛋的呢 接下来我们会在 呃 KT啦 KB啦 然后JB啦 然后在呃 呃 在应该是Pukimata Jam啦 然后在Saba啦 OK 都会有 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就有一个目标 你一定要在当地呢 有一个代表作 一定要你的成名的人 OK 一定有个成名曲 在那边呢 会参加这个celebration 因为呢 Forward是一个 很阔的一个事业 很阔的一个事业 所以呢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把你的人 把你的achiever 来到进这个celebration 因为呢 一个人 普通的人呢 他需要两口饭 要成功的人呢 他需要一个舞台 所以你看你的朋友是一个 要吃饭的人呢 还是一个需要舞台的人 如果你看你的朋友 他需要一个舞台的话呢 你的事业可以做很大 如果你看你的朋友 是需要个吃饭的人的话呢 讲真的 你事业不会做很大的 你只想到去买卖 你不是成就他人 而成就他人呢 送他一个舞台 最好的舞台呢 就是在我们的success celebration里面 好 所以呢 刚才提到的 真的是private function 真的是private function 是跟我们拿了一巴巴 真的close到完 给我们用到完 而且呢 给他们真的fully support我们 我们真的很搞笑 在拍完照过后呢 讲 来了 我们上去天台 当然了 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装逼的 这个装逼的过程呢 装逼 装逼 做什么东西呢 就在拍照 真的很大风呢 跟你讲 如果你穿长裙上去的话呢 你就会成为下一个性感女神 因为你的裙呢 会垂在你的头上面 这个就是人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故事 你一定要创造你的故事 所以你的故事呢 从哪里开始呢 OK 记得你要做的是 每一个会议呢 除了你要养儿防劳 你不是投入 投进来看一看 哇 不错一下哦 有BO dinner 有winner circle 投进来看一看 你应该做的是 投入 把整个人呢 OK 他投入进来 OK 投入进来 forward 投入进来这个事业 这个才是真正 你要做到的东西 因为这个投入呢 真的是要看你自己的 你不投入 OK 没有东西是你的 如果你投入的话呢 OK everything can be happen OK can be happen then会发生 产生在你身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 OK 索了一下 最重要的是呢 你一定要进到来 一定要投入 去到什么地方呢 OK 什么事情呢 这个 OK 你一定要呢 投入到呢 我们的BO dinner 所以BO dinner 一模一样 OK 还没有买票的朋友 快快买 不要看在190块的份上 因为190块呢 如果能够帮你投入 能够帮你养儿防老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值得投资 人呢 看长眼 你能不能够创造你的故事 能不能够创造一个好的习惯呢 就是看你今天开始190块 OK 就来我们的BO dinner 真正的投入在这个事业 真正的帮自己养一个金额来防老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真的感谢大时间 今天真的超时 真的真的真的 感谢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好 我们就以一个slogan song OK 来ending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tapanyaki OK 真的非常 希望每一次tapanyaki呢 你都会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OK 一个小小的感动也好 因为你是非常重要 你是你人生的主人 好 我们ending with 我们的slogan song 来吧 开麦 准备 好 好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